欢迎大家收听神中科 唯有你胜过一切 今天是7月19号 题目是《他的满日》 全新节记载在《马太福音》18章33节 你不应当连述你的同伴 仗我连述你吗 来明这样说 在我们事工的网站上面 你可以看到一个命为挑战的影片 我们的电视节目 合上帝心意系列的一部分 主旨是从大卫的生命 探讨关于破碎这个主题 在这个节目当中 牧师迈克塔克 和我一起探讨瑶术的本质 瑶术不是否定 并不是说人所犯的错 不会使人受伤或者没关系 也都不是对错误的辩解 或者宽说 更不是没有界限 那就清楚指明了 瑶术并不是能使人和好 但瑶术是取消债务 他能释放犯了错的人 以及不华怨恨 在耶稣有关瑶术比喻的第二部分 被瑶术的仆人 遇见了一个欠他十两银钱的同伴 这个仆人 刚刚被免除了一笔天文数字的债务 现在他就捉住了一个欠他小许债务的同伴 而且还捉住他的喉咙 他的同伴就苦福殃求地说 宽恕我吧 我将来会还清的 所说的话 几乎跟第一个仆人向国王恳求时候的一样 但仆人却拒绝宽恕他的同伴 他不能卖掉一个仆人同伴 所以就将他放在监里面 他鄙视欠去钱的同伴 拒绝成为一个好像国王那样有怜悯的人 他的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 就甚憂愁 他将这件事告诉了主人 主人就消除了之前所免除的债务 而且捉他入监 你不应当连恕你的同伴 好像连恕你吗 上帝愿意免除债务 但不会容忍一个不遥恕他人的仆人 由于缺乏怜悯 被遥恕的仆人显示出他其实 并不明白上帝对他的怜悯是有多么大 天国的遥恕原则 能够产生年所效应 在这个效应当中 我们所领受的人词 也都将透过我们对待同胞的方式 彰显出来 引刺的耶稣 且让我们成为你恩典的工具 内文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明天再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